對啦 簡單讓讓樣子 把你的資料給我 國民黨中常會主席 洪秀柱才是剛結束 一名男子穿著空檔 拿著文件闖入會場叫囂 抗議人士不透明不公開 讓洪秀柱好尷尬 你現在在幹什麼 我沒有 我今天是中常會 六千名保全和中常委 連忙將人嫁離 祝祝姐上任半個月 陸續公布黨務人事案 引來不少雜音 最新出爐的文傳會 和考紀會主委 其中引發外界高度關注的 就是他 沒有考慮很久 其實我是期待了很久 當主席問我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是非常篤定的 義無反顧 毫不猶豫 表明自己會全力以赴 目前任教淡江大學 全球政經系 50歲的周志偉 專任兼職文傳會主委 擁有國外大學高學歷 祝祝姐參選總統時 還協助顧論述部分 同時他還是2001年 取美鳳性愛光碟事件中 關燈版的男主角 我們是小學的同一屆的同學 雖然不同班 但是學校很小 大家彼此都認識 後來大家到了年長 就到了試婚年齡的時候 我們彼此曾經認真思考過 未來的問題 人生伴侶的問題 大方坦承過去和 取美鳳的關係 表示最後雖然步調不一致 仍願意祝福對方 而當年光碟案的女主角 取美鳳 現在也任職石油公司 擔任管理階級 下午還透過簡訊道貨 恭喜國民黨 擅任賢財 我不認識 這個他的人士任用權 我們還是予以尊重 如果說周志偉 我不是不熟 我不熟 真的我不熟 關其行吧 對於新人士結果 黨內人士顯然不熟周志偉 但仍尊重黨主席的決定 讓助助界好好發揮 記者黃明君李逸璇台北報導